在10万元的小型车的这个市场里面 其实已经有了比亚迪的海鸥、海豚 以及武林冰果这样的车型 那在成本有限的情况下 其实产品力已经差不多到顶了 那如果想要在这个已经算得上是饱和的市场中 再杀出一片天 我们应该怎样去卷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东风汽车旗下的纳米01 好 那我们来看它的外观 其实在广州车展上第一眼见到它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跟Smart还有点像 虽然说它给它的前灯组这里做了一个隔断 类似于双眼皮的设计 但其实整个脸看起来还是有一点Smart的味道 不过你确实要承认这套设计它是好看的 好 然后我们来到侧面 其实侧面很多地方你也能看到这款车它卷的地方 首先隐藏式的门把手 然后无框车门 然后悬浮式的车顶 包括它这个2157寸的轮毂 在铜机里面也是比较独树一致的存在 那像它的整个尺寸也是很不错的 像它的车长达到了4030毫米 轴距2660毫米 那虽然说50冰果它的车长也是将近4米 但是它的轴距却远远达不到2米6这个水准 所以它这个车内空间还是很大的 好 我们来看它的尾部 其实它的尾部并没有用到现在比较流行的贯穿式的尾灯 用的是一个分体式的灯锁 会显得尾部比较的圆润 但是其实我个人感觉 如果它的尾部能够用到跟前脸相呼应的灯带 可能它的尾部的一些运动感和科技感会更好 那么这款车在解锁和上锁的时候 都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有没有 好 话不多说 我们上车体验一下 关上你会发现这款车它还带有一个舒适进出的功能 好 来到内饰我们首先来看它在材质上比较吸引我的一点 就是它在这里做了一个灵格的这样一个设计 其实我觉得这个设计会比较有小相风的感觉 但今天我们拿到的是一台黑灰配色的车 如果是白色的内饰的话我觉得会更好看 然后在它内饰里面你会发现有非常非常多专为女性设计的小细节 我们先从这里开始 首先我们上面有一个带有美颜灯的化妆镜 也是比较大的 然后包括它的后视镜也是一个无边框的 然后在它副驾这里 还有一个小小的储物盒 那这个储物盒你就可以放一些你的化妆品 如果说你的副驾有一些临时办公需求 其实它去承重一台电脑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再有作为一个A0级别的小车 它的中控大屏 然后它的手机充电 然后它的L2级别的驾驶辅助 以及它的座椅通风加热的一些功能都是有配备的 这些几乎是在这一级别也算得上是独树一致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它这个中控屏 其实它这个中控屏整个界面我觉得做得非常可爱 我非常得一个00后女生的心 但是它整个中控屏除了它 大家看车辆的一些设置 几乎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功能了 如果你想要实现一些在线音乐 地图导航等等这些功能 需要去用你的手机去跟车机进行一个互联才能使用 这个的话我觉得是它的一个小槽点吧 那除此之外呢 在它中控屏内部啊 还有一个多种情景模式的选择 在它的修行模式里面 是可以把它的前排座椅一键放平 跟后排座椅连起来形成一个小气模式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这样呢 它跟后排就连成了一个整个的一个修行模式啊 这个时候当你想午休的时候 你就可以坐在后排 就会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姿态 那么好 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副驾调到了1米7比较舒适的坐姿啊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 首先看一下它的西部空间啊 得益于它这个2660毫米的这个轴距啊 它整个西部空间 大家可以看 容余非常的多啊 甚至我可以翘二郎腿 那再有呢 就是它的头部空间啊 也是容余非常多的 像1米7的身高坐在这里头部空间 甚至还有一拳 还有多的这个空余位置啊 那再有就是它的整个坐垫呢 其实我觉得长度是有一些欠缺的 大家可以看到 对于我米7的大腿承托 它其实确实是比较欠 比较欠承托的哈 还是有一点点悬空的地方 不过好在呢 是它整个的坐垫的前充 我觉得也算是偏厚 偏柔软的啊 那坐在这里呢 也还是不错 但是相对于一台10万级别这样的小车来说 我觉得它的空间表现已经非常的出乎我的意料了 但是它这个后排的这个出风口 以及比如说它的充电口 还有它的天窗 出风口都是没有配备的啊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配置上的一些缺陷 不过它可能觉得它后排比较无聊啊 所以它在中间这里还是加了一些它的logo的 也是增加一点后排的趣味性吧 好 我们看完了它的后排空间啊 最重要的它的后备箱的出屋空间怎么样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啊 其实我觉得它整个空间 首先近身还是非常深的啊 以这个级别的车来说 其实能有这样的一个天然的空间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它这个小台子有一点高了 如果说是女生想要放一点重物上来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麻烦啊 然后呢 它的后排 来 也是可以放倒的非常容易啊 放倒之后呢 也能够拓宽出更多的这样一个出屋空间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 你如果想要进行一个小型的搬家 其实我觉得它也是可以胜任的 好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这辆车的动态啊 首先呢 它用到的是一个马赫1的10赫1电区 然后它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70千瓦 或者扭地160牛米啊 那其实整个开下来感觉它的动力还是偏向保守的 那其实它的前半段加速还是比较轻快的 它的保守主要体现在它的后半段加速还是有点不足的 其实在周控屏内部呢 可以调节它的驾驶模式 但是其实无论是哪种驾驶模式 差别都不是很大 不过好处呢 是它的刹车和油门踏板都比较精细 这也让这台小车显得非常的好开 然后我刚刚开过来呢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个动能回收啊 让我有点不适应 它是你抬起油门踏板之后 它现在抬 它隔了一会儿 它才会给你有那种拖拽的感觉啊 那如果跟我一样不喜欢这种拖拽感的话 可以把动能回收的强度调弱 基本上呢 就相当于是关闭了 不太能够感受到拖拽 接下来呢 就是这款小车作为一个十万级左右的小车来说 我觉得它的底盘给我的惊喜还是比较大的 它对于震动的过滤还是比较干净的 并且支撑性还不错 整个方向手感都还是不错的 算不上多么的精准 虚伪呢也有一些 但它的转向力距更偏向适中 是一个普世性很高的标的 然后 包括我其实最开始在广州车展上看到它的时候 我发现 哦 它是无黄车门的 它的精力性会不会不好呢 其实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对于十万级的车来说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只不过你现在开在这里 你会觉得还是有一点风噪的 不过我觉得基于它这个价格也可以原谅它 那加上它的整个续航呢 是330和430两种可选啊 再配合它的这个电汉啊 基本上你城市通勤来讲的话 你一周是也不用怎么充电的 好 然后我们试了一下它的L2哈 然后整个的感觉我给它打个65分吧 就是可以用 这套L2正常在城市跟车或者是识别道路标线都没有问题 只不过到了一些曲率比较大的弯道时 它会自动退出 这个还是会造成一定的困扰的 不过如果仅作为城市日常代步使用的话 这样的表现也完全足够了 那么这款车呢 目前已经有了一个预售价是7.98万元到10.98万元啊 以我们今天的试驾感受来看呢 它确实是能够把10万级别的小车卷上一个新高度 那当然如果仅做城市代步使用呢 我觉得它的整体的配置啊 确实是在这个级别几乎没有什么对手 比如说它的L2级别的驾驶辅助 比如说它的自动驳车功能 它310全景影像等等 我觉得对于这个级别的车来说都非常的卷啊 那当然呢 之前万众期待的 比如说它之前发布会上说到的 它的固态电池 轮毂电竞 它的超级快充呢 在这台车上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 那有可能是东风汽车想把他放在之后的一些旗舰车型上面也未可知啊 那么这款车呢 它将会在明年的1月份正式上市 那它的价格你期待是多少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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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